好,那我們來補後面哪一個 就是計時器觸發這一個 Untime Tick Untime Tick的那個函式 那我們直接寫在這邊 好,這一個在做之前 我們先把一些電速的部分做出實化 Speed Counter的部分是我們要去做 做技術的,目前觸發了幾次的部分 那原則上在你對它做開始啟動的部分 你可以去對它做一個歸零的動作 或者是你在這邊做宣告 但是因為每次按按鍵的部分 我們都幫它做歸零 好不好,所以我們在這邊做 Speed Counter幫它做歸零 那 Speed Mini馬基本上是我們說 速度最慢的情況 速度最慢的時候 而是它的下限 那下限基本上我們說 這個的數字越大 這個數字越大 基本上它的 它的在移框的動作就會越慢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數字我們給 給比較大一點 那你可以看 基本上0.20毫秒觸發一次 所以當你給50的時候 就會變成1秒鐘 才移一次 對不對 那你給100的話 就變成2秒鐘才移一次 所以這個值你可以思考一下 假設我設50 也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1秒鐘紅光才移一下 1秒鐘紅光才移一下 好,那速度最少的時候 有幾秒鐘要移 幾毫秒要移一次 好 等於1的話就是20毫秒移一次 2就是20毫秒 2乘以20 所以40毫秒 3的話就是60毫秒的 所以你可以想看 大概要設多少 那假設我設3好了 好 所以後面60毫秒 一次就相當於1秒鐘會 換16 會移16次 好 那現在的速度 好,現在的速度 好,現在的速度 現在的速度基本上 可以考慮幫它放到這邊 這邊把技術揮零 那因為它按的時候 基本上是從後面開始 從後面開始 所以基本上 這邊我們就把 現在的速度 當它按了空白線的時候 現在的速度就把它設成 那個 那個最小的速度 Speed Mini 好,就把它設成 最慢的 最慢的時間 最慢的速度 好,那另外 Current State 目前的狀態 一開始乘以0 好,一開始乘以0 好,一開始乘以0 那個Speed Mini 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們大概 用外數來產生 所以這樣子 才會達到每次 每次按按鍵 它跑的次數 會有差異性 好不好 所以 那再來的話 就是到這裡面 每一個變數 我們都初始化好了 到這裡面來的話 每次進來 一定會做的就是幫 那個 技術幫它加1 對不對 幫這個紀錄 現在已經觸發幾次的 這個變數 現在Curter幫它加1 好,幫Curter加1 那加1之後 基本上我們就來判斷 它是不是跟 它現在的次數 是跟這個 SpitNow相等 如果相等的話 就代表你應該要做 移框的動作 對不對 應該要做移框的動作 然後 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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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它等於它 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要做移框的動作 對不對 那移框 移框的這個動作 做了之後 基本上它的speed counter 我們要幫它規律 因為它已經觸發了 已經到達這麼多次 我們做移框了 所以這個要幫它再做一個規律 再讓它重新再計數 計數這麼多次之後 再去換 好 那這個加 不管這個 加減速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按照你現在的狀態 你現在是在 狀態0還是狀態1 或者狀態2 狀態0的話基本上就做加速 狀態1 的話基本上就維持在最高度 那狀態2 的話就是做減速 所以這個部分要做加減速的部分 再判斷一下它目前的 狀態 好 我們幫它做一下判斷 它現在是不是等於0 如果等於0的話就代表它做加速的狀態 對不對 好 它做加速的狀態 那速度是空在這個SPEED NOW 身上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追SPEED NOW SPEED NOW 幫它做 做 做減少的動作 那減少的動作 我們設一個變數 每次要移動這麼多 對不對 所以它就等於 它減掉這個 速度的差 增加量 所以 所以你每次 每次觸發移位置之後 基本上我們就把速度減一些 速度 不是速度減一些 應該是說它要 它要 它要觸發這麼多次的值 才移位置這個減一些 所以它就慢慢變小 慢慢變小 那它所需要 它所需要觸發的次數就減少了 它就減少的話 它視覺上看起來就會變成 它移框的動作加快 那 這個速度減少之後 什麼時候要 把狀態改變 當它的速度小於 我們設的那個 最高速的時候 現在速度比它還小的時候 基本上就代表它到達最高速了 到達最高速的時候 我們要把狀態改成 在最高速的情況下 然後去產生一個 跟它說 那你在這個狀態底下 你要維持多久 維持多久 在這個部分 再去做一個判斷 去判斷 現在的速度 因為它一直在減少 一直在減少 但它的速度比我們 預設的最高速還小的時候 還小的時候 現在的想法是 直越大速度越慢 直越大速度越慢 所以在講大小的時候 跟速度快慢 自己調適 好不好 速度快就代表 直大的話就代表速度慢 然後直小就代表速度快 所以這大小的部分 那當它小於它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就應該把 目前的狀態切換成1 對不對 好 把狀態切換到1 而且要幫它 要幫它把 要幫它把這一個值 產生出來 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就是 在最高速的情況下 它要實行幾次 好不好 那要實行幾次 我們用亂數來產生 好 那我們給個基本額 100次 給個基本額100次 再加上一個 亂數產生的200次 好 造成它 每次跑 基本上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好 那這是在狀態0的情況下 要做的事情 把速度加快 對不對 速度加快 基本上就是它 它的那個值要減少 要減少 那當它到達最高速的時候 把目前的狀態改成1 好 進入下一個狀態 然後它 有一個 計數的 在這個最高狀態底下 你要維持多久 好 所以這個禮服 這個結束了 然後再 如果它不等於0 對不對 好 如果它不等於0 那麼再進來 判斷它是不是等於1 好 那如果它等於1的話 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好 我們希望它跑這麼多次 對不對 觸發這麼多次 好 跑這麼多次 好 所以基本上就把這個 產生出來這個值 好 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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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最高速的情況下 每次做一次的話 我們就幫它減1 好 減減 對 減1 那當它減到0的時候 就代表它已經跑過這麼多 它已經跑到這麼多次了 好 也就是它在最高速的情況下 已經跑這麼多次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就是幫它把狀態移到下一個去 好 幫它把狀態移到 狀態移到 狀態移到2 好 到第2個狀態 好 好 好 那這裡如果它不是 狀態不是在1的話 那就只剩下狀態2 對不對 我們只有3個狀態 好 那狀態2要做的是什麼 因為剛才狀態裡呢 是相反 它變成要做減速 對不對 要做減速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剛剛是加速 所以現在要做減速 那做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跟它反方向 剛才它減掉這一個值 現在就變成加這個值 然後去判斷它是不是到達 速度是最慢的 好 好 那它如果到達最慢速了 到達最慢速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幫它做停止 對不對 就幫它做停止 好 那做停止的話 基本上就是幫它 把 current state 切回到零 好 把那個 current state切回到零 而且這個計時器幫它關掉 好 看一下可以嗎 還沒結束 我們那個換紅框的動作還沒做 現在只是在狀態切換速度 速度 速度 速度控制上面而已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待會結束再一起做 好不好 好 那剩下就是換框 對不對 換框 那換框的話 我們必須要知道現在框的位置在哪裡 現在框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再多個變速出來 紀錄現在的框 好不好 好 我們用個 current position來紀錄現在的框 那 current position這個變速 這個變速 我們幫它做粗實化在這個部分 我們這裡有幫它前框 而且就是放在零的位置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這間幫它修改一下 好 current position 射成零 好 幫它射成零 幫它射成零 好 後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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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會用 待會會用到 我們複製起來 好 好 因為等於是等於是要去做下一個部分 好 climb position 那這個部分 這個下火的部分 我們額外宣告一個出來用 出來的話 每次觸發都會去產生一個 每次觸發都會產生一個 所以我們就乾脆 就在外面宣告一個給它就好了 這樣就不需要每次觸發都會宣告 好 好 我們現在的叫Retangle Back Retangle Back Retangle Back 的下火出來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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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換框的部分基本上是在這裡做換框 對不對 好 後面是去控制速度 後面去做控制速度的轉換 還有它狀態 好 好 那換框事實上 你到這邊就會做一次換框了 好 到這邊就會做一次換框了 好 所以 所以你在做換框之前 好 你要先把前一個 前一個框消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那一個剛才的褲子貼上來 貼上來 都修改 好 這一個 這一行 我們到 那個 那個 純的 純土的陣類 那個影片片段的陣類裡面 去抓出 它現在 現在框所在的位置 對不對 框所在的位置 好 去把那個紅框抓出來 那 紅框抓出來之後 我們要把它的 顏色消掉 對不對 我們把它的顏色消掉 喔 那顏色消掉的話 它基本上是直接去護照它的這個 CLEAR 它就會幫你做清楚的動作 所以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那個 那個之前那個 紅框就會被消掉 然後 我們再 再把紅框 換到新的位置去 齁 再把紅框 換到下一個位置 那紅框的下一個 紅框的位置 基本上是在這個 科倫普序群去做控制 對不對 那移到下一個位置 基本上就相當於 幫它把值加一 齁 幫它把值加一 可是因為 它一直 每次一直加一 一直加一會超出 齁 所以原則上 我們幫它做加一的動作之後 去對 我們的 那個 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 那個 圖的數目 取餘數 我們的那個 image number 這裡所算出來的 總共有幾張圖 去對它做 取餘數 讓它變成 比如說14章 那它的值 就從0到13 0到13 到13 再加一的話 取餘數又變成 再變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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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取餘數之後再變為0 那 這樣子的話 Claimers去取餘已經改變了 我們再重新 在這個 新的位置 去取 去取出來 取出 要畫紅色那個框 然後再對它做 填色的動作 再對它做填色的動作 再對它做填色的動作 所以把剛才這個 改成 好 看一下 基本上進來的時候 進去出發的時候 它會去 它會把 那個 觸發次數的那個部分 加1 每次加1 那當它加到目前的速度 的時候 也就是說 當它需要觸發這麼多次的時候 我們就對它做 移紅框的部分 那移紅框的部分 基本上就把前一個位置的 紅框消掉 到新的位置 新的位置 重新加1 增加1 移到下一個位置去 然後再下一個位置 去幫它做填色的動作 就等於幫它加上紅框 好 底下這個基本上就按照它目前的狀態 我們去做加速 減速 或者在最高速的情況下去做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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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發 好 好 看一下 到這邊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出來的結果 好不好 先看 好 嗯 好 嗯 好 有錯 好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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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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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時候你按下空白鍵看它就會慢慢加速速速度一開始比較慢然後慢慢加速慢慢變快 那到達最高速的時候它會維持一段時間到達最高速它維持一段一段時間就是我們的那個段速產生出來的那些次數然後再做減速的動作 好 那當它減速的動作速度低於我們所設的下標的時候它就會做停止的動作 停止的 好 OK 好 好 沒問題 你好